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不是迷你版的我吗 挺胸 掘屁股 脚抬起来 让我看看 行啊 你折腾够了没有啊 不是我说你 就你这条件 按照我的调教 班纽可以找一个 比公车好一万倍的男人 你脑子进水不止一生啊 一顿好不好 你还上班呢 不早了 快休息吧 我那个极品女上司啊 我可都对不起 喂 老公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老婆 我没脸 我给不了你奖杯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你说什么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些没老板不懂的欣赏 你不用在乎他怎么说 老婆 我真的可没用 我真的很没用啊 我 你别着急 要不然我现在过来 那十万块钱 我会想办法的啊 你别过来 不就是钱吗 我如果还不上的话 大不了进去拘留几天 我就当观察生活了 我不会让你被拘留的 老公 你什么都别想 好好睡一觉 你不是常说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吗 会好的 老婆 你明天还要上班 你就别过来 我想了 我真的想 晚安 晚安啊 对 承款六万 房租六千 学店分三百 三张信用卡 每张曲线一万 每个月最低光百二千万 还有老爸的五千块 怎么了 没想到闲事打折啊 四四 借我钱好不好 没门 我就知道你要拿去 帮那个垃圾凑钱 你呀你 怎么那么傻 到底哪根线大错了 那我也是垃圾 垃圾 垃圾 喂 老公 我这儿有七万 你那儿三万 搞定了 老婆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这次是借给你的 你要还利息 很高很高的利息 就等我赚你钱了 不是 你这么做 你让我 好啦 好啦 知道你面子包 从不管人借钱 这次是我主动借给你的 利息一分钱都不能少 那个 谢谢你 老婆 我爱你 甭给我假客气了啊 够了 爸 你那五千块钱我给你还了啊 这次是最后一次了 下次你要再借钱炒股 不炒不炒 上次呢都是被你王叔忽悠的 忽悠 你又推到别人头上 对了 冰箱里那些吃的啊 都是现实抢购的 保质期间很短啊 你注意别放过期了啊 明天榨汁机就摆在这个位置啊 要注意 品牌标识都要冲外摆 摆得要有点层次 别摆得都跟堵墙似的啊 审美 审美懂不懂 比利 哎呦 去去去 先忙去吧 哎呦 越来越有品味了 看你这事咋了吧 哎呦 江大美女大驾光临 太难得了 这PMS公司谁敢在你面前谈品味啊 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别跟我评了 咱俩说了也正经的 你明天要促销的那款榨汁机 已经有店长告到我这来了 说你搞关系 囤货 然后又低价促销 这样会影响兄弟们店的销售额 这帮孙子 他们搞低价促销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告过他们的状啊 他们就巴不得 我们店的月月销售额都垫底 他们就高枕无忧了 你这么激动干嘛 这这么多人 在你的店员看了你的笑话 姓名姜落水 血型A 星座双子 植入PMS集团采购经理 新月 升职嫁人 面临危机 感情失败 EQ 250 日刹地址 160 江经理 实不相瞒 我是真担心啊 我们店的业绩连续垫底 如果马上来的区长 再来个新官上任三八火 烧到我们明星店 我就彻底完蛋了 那你弄了一个什么低价销售 你觉得就有问题吗 老百姓不就图个实惠吗 我这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能用的招都用上 所以 这新局长 您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没有 我可是听说了 好像是从国内某个区域新提拔上来的 PMS集团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要我说 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调来一个人 都有可能 可是 要真来个心狠手辣的 我们明星店就悬了 TMSD 就不能等我业绩翻身了才上任吗 服务员买单 不是 小郑 你上班时间来这儿 你还有没有点纪律性了 上班时间你不也在这儿吗 能跟我比吗 我这是在 你是店长 你都在这儿待着了 我副店长也得跟着学呀 还有 咱们店上不上班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说话呢 你站着别动 你 激动什么呀 快坐下 不是 跟个小屁孩你生什么气啊 他怎么可能是副店长呢 关系后脑残没 江总 你都看见了 就小屁孩都已经骑在我脖子上欺负我了 您千万得帮我 该 开玩笑的对吧 你来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 人家这工东商那儿啊 是九块五 这个是九块八 整好贵三毛 你说他们也忒过分了 就他们这儿的牛奶啊 比隔壁那超市贵了三毛 我刚才不跟他说呢 愣不认账 我呀 给他拍一些照片来了 拿出来 您这可是全副武装呀 那当然是 干活得有家伙啊 否则遇上那个耍赖子 那你怎么办呢 你别忘了我们这退休工人哪 就是不缺时间 高属在民间啊 走 我带你去找我们的投退钱去 那感觉好了 走 说 你跟那些大猪大妈什么关系 店长 比里 比里 你全场的担价就记得住 我的名字跟你有仇吗 报告比里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那么起销干什么 他们天天会来 你知不知道 我不是在乎那几块钱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种社区超市 就怕这种闲得没事的 蛋疼的大叔大妈来找茬了 那 我们答应了卖贵了差额是被退还的 总不能不守信用吧 不守信用 你好好看看 我王守仙 是不守信用的人吗 你不是叫比里吗 我说的是技巧 要让这些大叔大妈 认为差价退款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折磨他们的热情度 而不是两分钟之内就能见到我 懂吗 出事了 出事了 折磨 折磨给大爷打起来了 什么 不放我不客气了 你还想怎么着 和数三个数 三 二 我替你数一 你动手了你 你还想动手交头崽子 你还不打给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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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是干什么 你还不打 别打 别打 你等着 你等着 你怎么来了 买杯心来了 你买杯事怎么跟人打起来了 那是我要和他吵的吗 那是这 这这这这小子他不讲道理啊他 你是不是不讲道理 我就心里坏了 你们这超市 怎么把这种人给给招进来了 哎哎哎哎 炒不炒炒不炒 怎么回事啊 呦 领导来了 好好好 你看看啊 你看看你们 是怎么管理的这员工啊 我在你们超市 买了件背心 比隔壁超市 足足跪了有一块三毛钱 按理说 跪一赔十 是吧 咱这都没有要求啊 咱只是要求把这件背心 给退了就行了 可这小子死活不肯 你是前天买的 今天促销才开始 所以不退 凭什么不退 你要是前天偷的东西 那今天警察还就不能抓你了 啊 再说了 咱这背心他没穿过呀 大爷大爷 记者这样 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哪 谁先动着手啊 你先动着手 我 我犯得着我 看见吗 你看见吗 你真想要啊 我这次行动了 你现在等等 我从这儿已想我 你都放置这一天 你又快了 你还真的想要脚了 我不能放松 我还能拿这个机会 我还能拿骨头 因为你现在赤骨头 要复杂多了吧 我要用点心 你跟他说什么了 什么说什么了 我说你跟那老头嘀咕什么了 我看他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就跑了 还是不要告诉你了 什么你不高兴 嗨 那我更要停了 好吧 那就告诉你吧 你没来超市以前呢 我们有个同事跟客人吵架的时候 突然发炎林峰了 后来顾客赔了他三千块钱 那个同事上个礼拜辞职了 我刚才跟老头说 你就是那个发病的同事 每次吵架十五分钟后准犯病 一犯病就要索赔 老头听说哪敢惹你啊 赶紧走人了呗 你照我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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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我呢 我对不起 是他让你回去吧 不是 孩子病了 他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在你心里会算什么 会议比我重要 他比我重要 孩子比我更重要 我真的希望你骗我 说你去开会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马上会办好离婚手续 到时候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 好 我累了 真的 我等不起了 这半个小时 这五年 就像电影一样 在我脑海里上映 真的 够了 咱俩分手吧 不 不 不 你 我知道这五年你辛苦了 但是这五年 我的痛苦也不比你少 陪你老婆跟孩子去吧 陪你老婆跟孩子去吧 我不陪你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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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个人 好 这一笔道 哪个是给我的 哪个是给你老婆的 你分得清楚吗 好 这位小姐 恭喜你了 得到这只花 能实现一个愿望 特别离 特别离 是吗 这么离 特别离 给我就不离了 来吧 反正你也不用花钱 给 这位幸运女孩 此刻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别告诉我 写下来 然后展示给大家看 好 大家都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 幸运女孩 你现在把这张纸叠起来 别让我看到 好了 好了 现在所有人 都知道 这位女孩想要的是什么 只有我不知道 但是 我相信 我和她心有灵犀 只要她把手给我五秒钟 我就知道 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请把手交给我 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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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东西 应该是一件首饰 这太好猜了 这但凡是女人啊 都喜欢首饰 尤其是大钻戒 错 不错 这件东西 应该是一条手链 一条手链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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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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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难道 你想要的不是这个吗 这是我的手链 好 哈 嗯 liq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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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面临危机 放好 EQ300 直上电影值 一千 台长你好 帮你打扫房间 刚刚不是您打的电话吗 我打电话 谁给你们打电话了 那先生对不起 可能是我们搞错房间号了 我打电话了 回来度假的 然后我找到你 把我们在一起 那三个月的快乐 延续到三十个月 甚至 甚至什么 甚至三百个月 三千个月 三万个月 三万个月 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可能又留在这里了 我们不用再只想你 不见面 不好意思 你叫张莫 是 小赵 小赵 我们又见面了 PMS采购部日用百货采购经理 张若水小姐你都不认识 难怪 她是刚来的 这位是 我都外面等你 我一朋友 气质真好 对了 张经理 刚才那个堆头 要不是您的功利的话 我都开天窗了 真是谢谢您 另外 我还得跟您确认一下 您推荐那批货 进采购系统的日期 我好第一时间进货 时间如果定了的话 我会电话通知你 你先忙吧 我再逛逛 那不行 那哪成啊 我陪您逛是必须的 PMS第一美女的话 您必须得给我这个机会 真臭 没想到马屁这么臭 我将你脸 我先到那边忙 我来 好 不是 这是第二次了 不是 你还是好好管管 你的下属吧 我不逛了 再见啊 你给我说说 不是 你给我站住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你在班里之前 必须把这个单子给我 搞清楚了 搞不定的话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我送你去哪儿啊 我送你去哪儿啊 没地方去 别告诉我 你一直住酒店啊 看见 我要不要在这个城市定居 别那么可爱好不好 我还上公司呢 我到公司附近的地方 等你下班 对了 那个姓郑的小子 挺有意思的 愣头亲一个 大学刚毕业 进入职场都这样 不知天高地厚 我说 我说NBA 冰头转向了吧 还不算小云 还嘴硬 算我大人有大量 包裹单给我 干吗 你说你记性怎么能这么好呢 现实了吧 你真的只是实习生了 你对这儿也太熟悉了 跟你家一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什么大惊小怪 别说现在灯火通明 就算断了电影一片漆黑啊 照样找得到 推吧 像我们这种平头小的辣心 买单洗衣粉就得货币参加 大到家用电器 小到产品流盐 就要调薪价比最高的 特别是现实不出效 你要是对超市不熟悉 怎么想得到啊 懂了吧 啊 这个 不懂 不懂啊 那算了 要不是看咱卖猪肉 都是你的功劳 我才来得比你正经 哎呀 这俗话不是说吗 送佛你得送到西 我没那闲功夫 你这跟佛伺候不起 你什么意思啊 哟 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凭什么帮你 要不 你做我徒弟 我是你上级 哦 那算了吧 走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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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拜师费吗 没了 那可不行 我师傅这么大能耐 王守仙 必须得给你转正 你再说说 这个 这个 第二十七个 有机土豆 产地湖北 六块钱一公斤 比普通的贵百分之二十五 销量一般 站长 您布置的任务 我已经完成了 经过这么详细的了解 我发现咱们店的问题 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照这样下去 我们大家伙迟早地退出零售业 另外 冬肉已经卖完了 希望店长对线承诺 赶紧给我和夏多多转正 别着急嘛 还有三百个猪蹄 卖完再说 什么 不是把马多拉走了吗 你觉得 那个小玩具车能装完吗 你这不是成心吗 你怎么不早说呀 哎呦 你卖猪蹄的时候 为什么不点好数呢 难道你卖肉 还要我伺候你吗 我最后 我提醒你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 我是这里的店长 第二件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店长 比利 行 庚子航先生 给你做了最喜欢的美食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经理 大厨 莫术师 跟你在一起 感觉很不真实 惊喜太多 就像电影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是个谜 那你被谜倒了吗 嗯 喂 是我 晚上有点事 不能跟你一起了 抱歉 没关系 别让自己太辛苦了 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 明天再联系你 你 耿总 明星店铺店长 郑莫的简历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好 知道了 你 你 还没关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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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你吃饱撑着没事干 跟店长作对干嘛 你不在乎这点工资 你走啊 你赖在这儿坏害我 算怎么回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波子王那时在故意整我 就算我把这三百个猪蹄卖完了 所以 又怎么样 什么又怎么样 姓正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别在这儿大呼小叫了 有你卖不就行了吗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把手机给我 别别别别 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 打开门了 你 哎呀 你烦不烦 长了 你是男人吗 你爸我害得这么惨 现在还把所有责任推给我 只是不是自己高兴 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爷海归你倒是不怕丢工作 可我呢 我不能一天没有工作 这份工作我掉不起 你懂不懂 这一妈 就凭你的能力 再找一份新工作 小菜一碟啊 又又又又 还哭着 谁哭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说你们女人 你还动不动掉眼泪 烦不烦啊 波罗西啊 我可不顺这趟啊 你真是那么随动啊 你简直又不是人 说对了 我真不是人 我是来拯救你的 沈 沈 好 大神大人 我一定要转正 这猪蹄 我一定要卖掉 至于这么吉时白捏吗 我把这些猪蹄都买下来 行了吧 行吧 行吧 你 就凭你 你拿什么买啊 现金 刷卡 信用卡还是储蓄卡 信用卡能透支五千元以上吗 我借钱吧 我借钱吧 你 你得想别的招吗 乳毛还没脱干净呢 跟我叫板 你轻点 海归了不起啊 有个表哥了不起啊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见谁都跟三孙子的事了 可是你现在年轻人 都成什么样了 一个小屁孩儿 就把你倾成这样 犯得着吗 这姓正的不一般 我老觉得他有什么来头 可是 你要说他来 算权夺位的吧 又不像 你帮我分析回去 你说他 谢谢 我请你来是帮我演破哨的 不是来听你工作上那点破事 再这说 你一个小破店 知道什么呀 早点出来跟着我干呗 歇菜 就你拉皮条这活儿 我还真看不上 怎么说话呢 我现在从事的 那是二十一世纪 最有前进的信息咨询服务业 信息是什么 信息就是money 知道吗 你今天晚上的任务 就是一个青年才俊的范儿 有行 有款 有品位 就是没钱 拖拖拖了 不就装个富一代富二代 骗骗花姑娘嘛 有什么呀 哎小海 你今儿这宴会 是不是有点欺骗性质啊 你就无法给你逮下来 知道成功的三大要素是什么吗 第一 坚持 第二 不要脸 第三 坚持不要脸 学着点吧 哎呦 不是你这场面够大够奢侈的呀 都是那些富豪买单 那当然了 想找个白骨精到老婆 不花点赢的 那行啊 看来我这趟没白来 白吃白喝不说 还有白骨精可以欣赏 值了 哎我跟你说 对付这帮妖子 没点法力还真不行 你瞧好呢 啊 不是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清 我跟你说 这边信号不好 哎呦 我到我口打了你啊 行了 那边你快点啊 我手机马上没电了 不跟你说了 拜拜 我是朵朵 对对对 老夏的女儿 是这样的 我听我爸说 你侄子不是新开一家饭店吗 我们超市今天正好有一批猪蹄要降价处理 你要不要通知他一声 让他来抢购啊 很便宜的 嘿嘿 不用谢 咱们街坊四龄的 有什么好吃 我肯定会先想到大家的 啊 他开的不是饭店 是面包店 那卖面包可以配搭猪蹄吧 面包配猪蹄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吗 你闭嘴 喂 马叔叔啊 你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还有没有 别的朋友是开饭店需要买猪蹄的呀 没有啦 哎 再见 说你白痴你还不姓吗 说话过过脑子啊 你见谁家是面包配猪蹄的 我就这么吃啊 怎么了 都知道你不灵 看来还得我拯救你 佛祖的王这么逼我 看来非得让我出非常手段了 看我一个电话就搞定 吹吧吹吧 我看你怎么把这猪蹄吹光 把人民币吹进来 哎 看 人民币来了 为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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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没电了 喂 什么情况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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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显 谢谢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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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你肯定是来参加宴会的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让我猜一下 肯定有一个美人的美子 我们是不是咱俩见过来 小朋友 你这种搭讪方式太老套了 这对高中生有用 对我真没用 那对你怎么着才有用呢 我不跟不成熟的小男生浪费时间的 不好意思 请让开 美女 美女 说真的 气质这么好 长得这么漂亮 你们那些老男人真不适合你 不好意思 让开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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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请您出来请柬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急事出来打一电话 我请柬忘 忘在里面了 对不起先生 没有请柬是不能进的 不是 怎么不能进啊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你不能进啊 真的抱歉 现在谁都别来烦我 合板是我 又怎么了 我这儿啊 又有三百个猪蹄 需要你去处理 我 你这回无论无可得帮我啊 有点儿 兄弟啊 你现在是不是把我当成绞肉鸡了 只要是肉都往我这儿发 而且这回还是带骨头的理由 听我先说完 哥们儿我今天出师不利 这上级领导把我当活把的证 你呢 作为我同甘共苦的兄弟 你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你放心 你只要这回帮了我 我一定铭记在心 我将来勇权相报 我将来给你做牛做马 我去去去去 行了行了行了 我求您可千万别说了 你再说我就把我自己可恶心死了 行 买 有多少咱买多少 买了 太棒了 哥们儿我就知道你这个仗义 打到你的卡里 这个猪蹄呢我一个都不要 你爱送谁送谁 还不够我来回来去的车交路费呢 还有我告诉你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是为了接你这个电话 我失去了一次泡妞的机会 你知道吗你啊 我告诉你这是我终身幸福 没了 别说了 我现在要开车出去兜风 兜风 不是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兄弟重要还泡妞重要 喂 你 喂 怎么样 他真的见死不救了 完了完了 看来这次真的要捡妇本回家了 这工作我不能丢啊 是你挣的 你真是记得八辈子得来回我 又要哭啊 又要哭啊 咱们来吃个猪蹄 小姐您贵姓啊 田思思 嗯 好名字 思思亲人心脾甜甜的 名如欺人哪 小姐可否赏个脸 我给你看看手相 我已经学习很久了 想验证一下 哦 比利 我猜你是射手做的 我猜你是处女做的 我猜你是处女做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处女做的 真巧 可是天象上说 处女和射手不合 我上升水平 我现在已经看上升很多了 这水平啊 跟处女那绝配 对 其实 我对中国传统的手相更感兴趣 我去那边讨教一下 是非 我会看手相啊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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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裙子好呢 哎呀 我的裙子 对对对对对不起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哎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 你没事吧 哎 我终于找到你了 啊 走 走 哎 我特相信手相啊 要不然您帮我看看得了 我看不懂 看不懂 帮我看看我 手相可好 啊 没错 他就是你要找的那种青年才俊 天思思 这次你一定要主动出击 这次你一定要主动出击 不要再错过了 加油 拜拜 没办法的办法 只能这样了 终于找到你了 先生真幽默 我是天思思 您贵心啊 要的就是那种触电的感觉 艺术最高兴趣是什么 是一个字 情 情的最高兴趣是什么 是男女之爱 是那种只限鸳鸯 不限仙 欲仙欲死的感觉 所有爱过的人 都会被感动 什么车子 房子票子都滚蛋去 在我电影里面只有纯粹的爱 太对了 什么张娘 我把老丈 全滚一边去 我要投资的电影 就是那 跟观众谈恋爱 不不不不 您错了 不是跟观众谈恋爱 是让观众达到高潮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来赶紧我讲讲故事 董董 你看这个 我们能不能先谈一谈 这个投资的事情 好 只要你能让观众高潮 我这里啊 投资不限 十万 几十万 十二百万 一定高潮 马叔叔 您太好了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好好好 我现在就送过去 搞定 这是欠无决人之路啊 牛 厉害 我说了你不用急了吧 我不急了 你接着急你的吧 你不是说 你一个电话可以搞定吗 那个谁 你什么意思啊 我卖掉了我的一百五十只 你自己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不是吧 全部都买下来的 人家只需要一百五十只啊 那我怎么办啊 我怎么知道 闪开点 我要去忙去了 不是吧 你这么不仗义 你还师傅呢 喂 真的 爸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 十四万啊 一分都不能少 乘以二 我还你二十八万 好不好 怎么样 你投资可干大了吗 你等着我 我也不去接你 咱们今天也给好好庆祝你 好 我这正好需要人少 你快过来吧 我等你 喂 你真的就见死不救了 来 拜拜 作曲 李宗盛 都交给你来选择 你要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 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 也是好的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苦你已经过 也值得了 也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却又伤不得 直到今天终于承认了 只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 也是好的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可苦你已行过 也值得了 你该放手了 却又恨不得